四处访长必有妖 一夜之间武汉的父母们居然都开始骑电动车上班了 真的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打工人都说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 都感觉到懵圈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湖北武汉的街头 今天带大家过来逛的是武汉的汉镇街 这是一条百年老街 拥有着好几千年的历史 在这条街上面能够看到车水马龙 一股惺惺向荣的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放开之后 很多老板都转型了 特别是对于这边的老板来说 压力三大呀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边是做服装批发的 今年有多久没有买衣服了 曾经那些盛极一时的老板黄金铺面 如今房租一降再降 虽然说有人租入手 但是每年现在开始 都是在给房东打工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实话实说 你看这马路上的电动车 多不多 小车见到几辆了 没有什么吧 你要知道这边都是身家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老板 左两边店铺 左边是老牌的多幅商城 右边是品牌服饰批发广场 大人的衣服 左边是小孩的衣服 小孩的衣服市场里面非常不景气 因为新生儿出口 出生人口减少了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东西啊 人口越来越少 这个红利就少了 以前那种卖婴幼儿的奶粉呢 满大街的婴幼儿奶粉 尿布斯 各种小孩的婴幼儿的一些店铺 你还能看到几家 娱乐场 那个游乐场都变少了 你看看右边的电动车多不多 简直是无法数不过来 你说两辆两边加起来上千辆 毫不夸张的说 真的是 这些老板们呢 也懂得开源节流了 曾经啊 每天开着豪车 上下班 加一次油 五百块钱 四百块钱 一个月加五六次油 上下班通勤 三千块钱 老板们现在说学明白了 我拉货就用这种货车 左边的这种白色货车 我如果说出勤 我要么才共享当车 我要么就去骑电动车 少开一个月的车 电动车就已经转回来了 一个月省两千 两个月省四千 可以买辆很好电动车 所以在武汉这边的街头啊 富人区里面 能看到一个非常 难以想象的景象 就是电动车越来越多 就算现在马路上有小车 大部分是出租车 公交车 还有货车 那种豪车非常少了 人们都会明白了 什么房子 车子 买了要贷款 还是消耗品 房子以前都是增值的 用来什么炒的 现在炒不动了 房价也在下跌了 人们都学明白了 什么房子 车子都不重要了 老子活得开心才最重要 你们觉得话 这句话有没道理 可能有点浮夸 但是呢 这就是现实 三年之后 武汉人都活明白了 活通透了 有钱没钱 都能活 重要的是开心 健康 幸福的活着 大家看一看 这边电动车 真的非常多 一整条街都是 全是电动车 满大街的电动车 感觉 跟广西南宁街头 有的一拼 我觉得呀 不是小车 这边的人买不起 而是 骑电动车 更有性价比 人们以前追求 极致生活 才感觉 消费 过剩 现在才知道 够用就行 骑电动车 骑电动车 骑电动车